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赞美主,今天是星期一五月二十号,今天就早一点WhatsApp,为什么呢?因为到晚上的时候八点我就开始不能够,眼睛就不能够了,我的脚也不能够了,所以感谢赞美主。 那我们每一天,不只是每一天,我们永远的爱我们的上帝,我们要爱人,我们要永远的感恩,我们要永远走正义路,我们要永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不只是主耶稣牵着我们的手,我们也要牵着祂的手,我们要永远的陪伴着主耶稣,我们要永远的陪伴我们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感谢赞美主,我们也要永远的了解到神的心思意念, 我们要永远知道,祂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感谢赞美主,那今天的灵命之良是第一句话,像昨天生来的就是诗念神的话,诗念神的话,诗篇第一章,他是讲第一节,但是呢,一到圣经呢,我们不只要读一节而已,我们要读很多节,那我们就整个诗篇就把它读完,其实只有,我忘记了,只有几记而已, 所以很短的一个诗篇,好,第一节,诗篇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是讲到神给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是怎样的呢,有福的人是怎样的,那大家记得我们在四月三十号,四月三十号,看到两个意象,很多意象,当时当中呢,有两个很特别,就是巴, 然后写Bless,Bless就是祝福的,祝福的,然后又写巴,写着进,然后up,就是说,巴就是,巴就,就是进入天家了,进入我们神的国度了,进入主耶稣的国度了,巴巴巴是主耶稣的数字, 主耶稣基督的数字,Lord Jesus Christ的数字是巴巴巴,好,巴到巴就是回家,进去上,那我们也好几次看到,十八八,十八八,那就是,十八再加巴的话,就是二十六号, 所以我们相信,东方那边会到二十六号,才会回家,我们一起回,当时只是东方跟西方,我们有那个,几点几点,那个始终有点不一样了,因为太阳,根据太阳的旋转,而且叫做,他们叫做二十四个time zone, 那,这边up,up就是上去啦,进去上去啦,八,二十,东方那边二十六,十八,也是十八号,已经过去两天啦,东方已经过去三天啦,好,八也是祝福的, 所以我们这一群人是祝福的一群人,所以大家不要跌倒,那昨天有看到跌倒,跌倒的意思大概我相信是神跟我们讲说, 这些时候要,要防卫,要防卫,要注意哈,不可以跌倒,不是说,我相信也不是说真正已经跌倒,就是说不要跌倒,ok,要注意我们不可以跌倒,不要为了工作呢,就走得很慢,不是前一天的意义上看到说,啊,为了,你为了工作,为了做工,走得很慢,这是神,呃,叫我们注意的,要祝福的主,耶稣不要slow down, 不要,不要变成慢掉,也不要跌倒,就是神在劝,啊,鼓励我们的话,而且是劝勉我们的话哈,好,接下来呢,因为,呃,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看到什么,好,第一节,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与罪人为伍啊,ok,不跟做恶人一起计划,牟记这些,不跟他们一起换罪,不和亲满上帝的人同流喝五,就是不要跟那些,呃,就亲满上帝可以说,就算是基督徒啊,就是没有真正去爱上帝,没有真正去 啊,知道上帝的这些人啊,不要跟他们一样做那些无聊的事啊,只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只喜爱上帝,叫我们走正义路,我们要走正义路,就是他说不可以分外情,不要分外情,就说整个世界都分外情,你也不分外情啊,神说你不可以同性恋,你不可以改性,你不可以啊,叫我们不可以什么啦, 啊,很多很多,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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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偏话啊,喔,讲谎言,还有去抢这些都不行,呃,还有,就算是同常,喔,这事也不可以,渡戒也不可以,都不可以,当时要有圣灵的九个果子,大家可以进去圣经看一下,而且要走正义路哈,就是你希望别人怎样对你,你要对待别人怎样哈,接下来,就是我们只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末训 末训就是昼夜的想着神的话 神就上帝的道 这样的人就有福了 有福了 八 回家了 第三 他就像漆水边的树木 旁边有树木 所以这棵树就会长得很强壮了 暗时结果子 叶子也不交零 就不会再沽干去 叶子也不会沽干去 看一下怎么 对不起 为什么不会动 不要紧就到这边 因为我的电脑现在好像 怎么不会动了 好 接下来我就读灵命之量吧 诗篇中充满宝贵的应许 在这开始的第一篇中 就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 也是非常重要的指示 应该什么样的人有福呢 不是任何人都有 乃是有的人有 这里提到恶人罪人 那些轻慢的人 都是神不喜悦的人 OK 轻慢 大概也包括跌倒的人 OK 结局必至 毁王 什么样的人有福呢 乃是那些与恶人有分别的 不与之有分的 OK 不张朗他们的罪恶 污秽 并且加以憎恨远离的人 就是 有福的人就是 那些不做恶事的人 跟那些做患 罪恶的人 抽搶这些 还有其他罪恶的人 不跟他们有来往 我相信他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说 就比如说你家里有这样的人 或是亲戚朋友当中有这样的人 不是说你不跟他来往 OK 大概就是说 我相信就是说 不要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 你要做出 主耶稣的榜样 要走正义路 而且呢 保罗其他 金姐又讲到 要劝勉这些人 要关怀这些人 这边不是讲说 你远离的意思 远离的意思不是说 你就不跟他们有来往 除非你自己的信心真的很软络 你很怕你会被他们影响到 那你就要远离这些人 但是 这些人 你可以在祷告当中 记得他们 记得为他们祷告 世上大多数人都是在最终生活 但是我们不是说 我们就远离他们 不离他们了 不是 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我们要关心他们 那我们才算是爱神爱人 对不对 感谢赞美主 那积极方面是喜爱神的话 然后神的话语 神的律法 咒业 思想 以至心思意念 都被神的话语所充满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回去神的话 因为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心里都充满着神的话 所以我们做出来的事情 就是正义的 邪恶就远离我们了 因为当我们就有主的话 在里面 在头脑 在心里面 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话 那罪恶在眼前的时候 你就会很憎恨这些罪恶 你就不会 就会远离这些罪恶 而且不要跟这些罪恶有来往 我是讲罪恶 跟这些罪恶有来往 好 接下来 要向灾与水边的树木 按时结果 凡事顺利 我会接下去 凡事顺利不怕灾害 因为有神的话同在 也有神的同在 这样的人是非常踏实的 非常隐固的 很坚固 坚强的 坚定的 在神的眼中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爱神有多少 神就给我们多少 因为神是公义的神 他对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公义的 都是一样的爱 神对我们的爱 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爱 但是呢 我们到底爱神有多少 我们到底有没有听着他的话而行 那就结果就是靠着我们有没有对 做到怎样 当然 神呢 我们越爱神 越亲近神 越做正义的事 越听从信号与顺服的话 那神就大大赐福给我们了 大大的奖赏 这个奖赏 我不只是物质方面 而且在精神方面 在生活方面 都有大大的照顾 而恶人呢 这如堪比一样 被风吹上 就是堪比就是麦子的外客吧 就是被风吹了 在审判的时候就要受到审判了 就是没用的 也不是说没用的意思 不是说一个人不懂得怎样生活 就是说在神的果度里面 不能够结果子的 在国的神度里面 不神的果度里面 不能够跟其他圣洁的基督徒融合的这些人 就一定不能够进入神的果了 他们在审判的时候要受到审判 要受到惩罚 这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每天昼夜都要思想神的话 神的道 片刻不离神的道 以致思想与神的话融合一起 方式与神的话不合的思想 远行上都要赶出去 赶出一切与神的话为准预测 第一句就是说那些人跟神的不听神的话的话 那神的惩罚就根据他们了 到底他们做到怎样 神就依据他们 他们所作所为的来审判了 这样借着神的话与神同行的是何等的有福呢 感谢赵美酒这是神的话 对不起刚才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不动 那我们接下去就是看到神给我们看到的意象 好 大家可以看那些图片 这些图片我尽量画到具象 当然有圣灵的带领 有神的祝福才能够画出这些图片来 而且这些都是看到很清楚的 我才能够画出来 第一那边我就看到主的手 你知道因为现在很多那些拜异端 拜魔鬼撒旦的 他们很喜欢用手 手的手势来弄各种的形状 来荣耀他们的撒旦魔鬼 所以我们的上帝 当然我们都要很注意 我们的上帝怎样 他的手是大家可以看第一个图片 就是中间一个手指下去 那再过来很近那个小指 最小的那边那个就指着我的方向 这个是右手指着我 指着利利 然后最后一个手指上去 当时上去又有一点点弯过来 为什么就是讲要来了 就是我一直在查 然后我去看那个Google search 好像是讲到我们时间里面走到一棒了 走到一棒了 那就他这方式就很像 意思讲一棒了 一棒就是十个两个手 两只手有十个手指 已经走一棒了 已经五天过去只剩下五天的意思 恩典恩典是十天只剩下五天 那恩典今天是十的话 我们早转五的话 在哪里 一二三四五 对对对 四五那边 四五号也有看到五十五 对不对 五十五 十五五 五十五 五就是恩典 那恩典第一个恩典已经过去了 剩下后面的恩典就是今天二十号 再加五天的话就是二十五号了 我不知道 对对对 不一定可以说二十一号开始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第一项 要从明天开始 通常是今天明天才开始 欲言的话就明天才开始 好 接下来就看到主因书的大拇指 然后又三个手指 包括最后一个 就是说最后一个 他有一点喝起来 快一点一磅的 差不多快一磅的喝起来 然后拇指就是 差不多像着我的方向这样 就是说只剩下五天辣 五天辣 三就是辣 三就是辣 好 接下来第二个图片就看到 哇 很大的baby的脸 这个baby很漂亮 很漂亮 当时在我的心里跟我讲那是代表天堂 OK 主说让这些小孩子来来到我当中是主义书讲的 因为他们是属于天国的 所以看到这个脸很大很大只看到这个眼睛鼻子 没有看到头发了 因为很大了很近很近了 那就给我聪明之位说这就是天国就是heavenly home OK 天国了 神的国度 然后接下来就讲到很近很近了 第三那边就看到主耶稣的手 他的手拿着一支笔 拿着一支笔 然后他的大拇指跟第一个手指好像有一个零这样 就是说只剩下几天了 写完了 画得完了 就零了 就要回家了 好像昨天的WhatsApp里面有看到零 然后他的手指就做一个零 然后形成一个六对不对 OK 那今天就剩下五天了 那五天通常是明天算起 明天算起 明天21号 22号 23号 24号 25号 那东方那边当然是 比我们早半天就是21 也可以 OK 22 23 24 25 26 好 接下来第四那边 就看到这个耳朵 很漂亮的耳朵 怎样讲 我要去Google search 不一定有一天会找出来 我看到的耳朵是怎样的 我相信是主耶稣的耳朵 是一个人的耳朵 然后呢 我不会画 OK 我只能够随便画一下来代表 然后他的耳朵 他的耳朵 是左耳 左边 left ear 然后我看到有一粒猪 一个金金金金的耳裙 也不是耳裙 就是盯在那边 他的耳朵那边 OK 是金色的 是金 圆形的 圆形金 OK 然后很亮的 很漂亮 然后他就zoom in 我就眼睛越来越近 越近 越近他的那一粒猪 在耳朵那边 然后进入那个猪的时候 就看到新天新地那一端 那个走栏那边 那走栏那边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个十钟了 十钟呢 我就看到主耶稣穿着弹跑 他走向那个十钟 然后又走开 那十钟指着七 现在我看到什么 也是走栏那边 有看到十钟 OK 有看到 OK 没有 有看到十钟 对不起 OK 然后呢 他就只做七跟十 现在七十啦 OK 再次给我看到 快要八 OK 七十 又有另外一个小的 好 就是七十 就是讲神圣的完成了 神圣就要完成 完成 而且七就是完成 完成了 今天呢 是不是 哦 对对对对 今天是在七点的位置 OK 今天在七点位置是二十号 二十号就是导数 看到的一项的导数 还导数五 我曾经看到一项 好像两次三次吧 就是五四三这样上去 五四三 今天是在七点的单位 就是五 明天就是四啦 就是明天是二十一号 只要上去到零 好 然后呢 主要是走 条开 走开之后 我就看到西方那边 新天市地那一端 然后 我都看到的 就过去那一边 向左 就是左边那边 就天空上就这个 这个光 是橙 红色 带有橙色的 又有一点黄色 这样亮一下 亮一下 那主耶稣已经到 已经 跑到 左边那边了 然后就天空上 就要赏一下 我相信是主耶稣 赏一下 因为我们通常华人讲西天 西天就是天堂 通常我们华人讲西天就是天堂 就回去天堂 新天新地那一端 新天新地不在天堂 大家 OK 是天上人间 OK 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不在这个地球 很多神学家认为在这个地球 认为说新的耶路撒冷会在这个地球 不是根据我所看到 根据主提示给我的 不在这个地球 而且如果去读圣经 读得清楚一下 不是在这个地球 这个地球 神要毁灭 我不知道下一步要怎样 不一定 以后真的几千年 几万年之后 我们又回来 这个地球 有新的地球 那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 现在就是要去 新天新地 那一端 我看到很多建筑物 而且又有很多construction 在建筑当中 好 那时候2017年12月的时候 过去 4、5、16、17号 然后接下来 就看到一个baby的碗 OK baby就是代表新的生命 代表新的生命 这个baby的碗呢 其实它不是很近 就有一点距离 就是说还没有到 还没有就要到了 这个baby的碗里面没有东西 OK 很清洁 而且是蓝色 蓝色代表天堂 或者是天国 好 然后呢 里面有生蓝色的 大多数都是白色 白色表示圣洁 OK 我们这些人要圣洁了 就会有新的生命 新的开始 好 接下来 就看到一个蛮高的 瘦瘦蛮高的 一个好像一个professor 一个professor叫什么 在大学里面 教授 OK 教授 那他穿的那个袍子 教授穿的那一种 长袍 可以讲是蓝色的 深蓝色的 颜色 然后它是瘦瘦 它是蛮高的 然后它的头上 也有戴着四发帽子 四发的帽子 然后 毕业 典礼穿的那些长袍 他在台上那边讲话 那这边 使我想起 神一直 我一直感觉到 我们在读 PhD 就是在读 博士学位 这样 所以我相信不一定是说 我相信 也不能够说 不一定 就很很 蛮相信的 蛮知道说 我们这些成功的人 我们这些技巧的人 一次考试 一次过 又一次过 又一次过 哦 贝奇要来了 哦 没有来 贝奇要来了 没有来 为什么 那些都是语言 那时候我们 我不知道 OK 神没有跟我讲的话 我不能够随便自己乱讲 OK 当时跟着他给我们看到 这些语言 我就认为说就要到了 大家已经很多次都回去回去 看到真的那些时候就认为是到了 这是没有走篇了 真的是根据看到的跟大家讲 然后呢 怎样讲 我们又一关又一关考试过的人 考的地道 考的上的人就有这个奖品 大学文凭 不一定你是教那种博士文凭 或者是博士文凭 我记得好多次看到我的office office就是 撒丢论这样 在墙壁上有很多文凭 所以我相信 就算如果 莉莉有很多文凭的话 我相信你们也有很多文凭 不要看清自己 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 我们是靠主耶稣来带领我们 而且是阿爸父在交税 对不对 所以不要说我不能 因为我们没有能力 我们的能力是从主耶稣哪里来 是从我们的阿爸父 而且是圣灵每一天这么辛苦的带领着我们 好不好 OK 那接下来呢 就看到另外一个耳朵 我画的更不像了这个耳朵 OK 其实很有福气的耳朵 不一定是阿爸父的耳朵 OK 那就看到 因为阿爸父是比较胖一点的 也不是很胖到哪里 我比他胖 OK 那主耶稣就很瘦的 刚才看到的耳朵是比较瘦的人的耳朵 那我现在要讲的是比较胖一点的耳朵 他的耳朵呢 就青色啦 青色的颜色到上面 上面还差一点点 也就全部都青色了 OK 接下来就看到 整个画面都看到青草地 OK 就新天新地 那一段天空 然后在这个right hand side就是左边的下面 有个四方格 四方格我相信就是代表这个地球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球的时间是很短很短 然后我们就要到新天新地哪一段了 OK 接下来我就看到一个 一个tube 一个tube 忘记去查华语是怎样讲 一个tube 就四方格的tube OK 长形的 然后上面已经黑色了 上面是黑色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标杠 为什么是黑色 因为这些进去的大人呢 或者少年人 年轻人都是献上自己作为活迹的那一种 那一群人 就是每一天都跟主 紧紧的牵着主耶稣的手 紧紧的跟主就主耶稣 而且说跟主说 主啊 我愿意陪伴着你 我愿意陪伴着你到永恒 OK 这一些人 好 接下来 十二那边 大家看上面十二 有看到 也不是说很大字 差不多这样 但是我写的比较大一点了 就写着五天 比较清楚的就是了 起初是看他 看神写着五 然后看 后面看到是了 但是我知道有三个字 OK 所以我很像是天 然后我讲 就是很坦白的讲 有看到主写着五 然后没有看到他写天 但是后面有一个了 但是这样 整个看过去 好像第二个字是天 我就一百 我看到怎样 我就跟大家讲怎样 然后接下来就看到 就好像我们厨房里 煮饭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通风 通风 你压着他就通风 那个他的扭扣 他的扭扣 那我们这边有忘记写下去 也全部有几里 我们这边有六粒 六粒 当时我刚才看到四粒 在过去还有 当时没有看到 那我就看到一只手指 就压着那个地势 最最右边的那个 right hand side的那个 就动一动 还是压着这样 然后在 左边那边的 right hand side 最后一粒灯 一粒 一粒 纽扣 就亮了 就亮了 亮 OK 圣洁的颜色的亮 我这边也忘记画下来 不要 进去不去 大家看上面 有那啪啪啪啪 这个声音 Purifier的声音 那时候是早上很想 其实是 828也不是 啪啪啪 828是这样 我认为我先生在这边 没有 有一个声音很大声 很大声 没有东西掉 没有东西 我先生也不在 那是8点28 就我相信 就是圣灵 有个声音给我听到 说注意看时间 那是828 828就是 2加8就是10 就是8加0 OK 8是回家了 8是到家了 10是完整了 完成了 就回家了 然后呢 之后又听到 是832 832就是8跟5 3加2就是5 OK 对哦 今天 5就是在5的单位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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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 没有没有没有 8 8点的单位 没有8点到 单位是在21号 21号 大概是从21号 就进入 连聚后 那边是第5天 就回家了 好 8上上又在 OK 8上上上 上上就是 了 了 OK 8 然后6 6就是洗了 就是洗了 OK 洗了回家了 好 接下来 就看哪里呢 第14那边 有没有 啊 之后 看到这个 嗯 他 看到这个 牛扣 这个啊 对对对 这个啊 ventilator 这个牛扣 OK 他最后一粒 那边发亮了 然后就看到 星天星地 那一端 走篮 那一端 走篮的那一端呢 就有 好像会是这样 两上粒 这样 1是2个 还是上粒 所以我只花2个 当时又过来 他是 也像 第一跟第二个 那个微色 这样就真的 没有看清楚 然后他变成25 现在我会看到25 25 现在会看到25 OK OK 25 OK 感谢赵梅 就给我们真的 成 你知道他知道 粒粒的人 就是很怕讲错 OK 所以现在又看到25 在四方格里面 好 接下来呢 就是在哪里了 第15那边 OK 是看到华人 用的汤匙 我们家里有这个汤匙 是橙色 orange color的 然后有一个小碟子 OK 小碟子 然后这个汤匙 是倒转的 OK 是倒转 倒转的意思就是 吃往上啦 吃饱啦 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完了 完了 OK orange color 完了就进入青色 记得昨天的意象吗 昨天的意象是说 橙色的完了 就上去青色了 就上去青色 所以刚才就看到这个orange color 橙色的那个汤匙 倒转啦 倒转就是 完了 那意思根据昨天 所看到的呢 orange color 完了进入青色的四方格 所以意思 我相信是讲到明天开始 OK 明天 明天这个汤匙 就倒过去了 没有了 OK 是不是门要关了 大家明天几号 二十一号 OK 大家就明天 就一定要做个决定了 那些人还在慢吞吞的 不要慢吞吞了 跟主耶稣说被提的时候 请主耶稣要记得我 要记得 主耶稣是道路真理 以生命 没有主耶稣是不能够到 他的国度 对不起 OK 第十六那边 就看到这个时钟 时钟主这九点 跟一点 之前一直有看到的 旧 就是永恒圆圆九九 然后一点 一一也是 就是完了 要完了 然后一点的单位 以前也有看到是零 OK 但是呢 零 那十二点的位置是十二的话 一点就是零 但是我们现在 十二点的位置变成零 或者是十三 所以呢 大概哪个位置呢 是指做加吧 是指做两点 怎样讲 十二点的变成零 变成十三 那十三点的那边就变成十四了 OK 十四的 十四点的就变成十五了 这样 像上像上 所以我相信他的意思就是说 OK 到九点的单位是二十二号的话 还剩下四天就回家了 接下来 第十七那边就看到 一画这样有一点上去一点点 所以我就画上去一点点 五五五就是说什么 要剩下五天 那五的 对对对对对 他一画上去 有没有 看下面的时钟 很像二十一号 那个 我画的用笔画的一画上去 一画上去 因为在八点的单位是一画上去 所以五那边他是一画上去 然后五就是讲到明天啦 明天之后就是 就算今天也是上去的 OK 今天之后就剩下五天 明天就是五天的第一天 OK 接下来是我之前看到的一项来解释 刚才看到的时钟 有没有看到 昨天有讲 好像昨天还是前天上 然后下面九点 九加上是十二 我们西方这边就十二点 也是零点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回家的时间 但是大家要知道西方 是东方了之后到西方 西方我们这边现在 for example 现在是六点四十分 那温哥华那边只有两点四十分 所以大家就忍耐一点 不要说这个时间为什么还没有到 为什么还没有 是不是丽丽啊 在讲错了 什么的 不要这样 我们就是等候主 OK 不是主在等候我们 好不好 那然后呢 有看到子就是停字 停字之前有看到停十三 十三就是二十六号 停十三就是二十六号 好 也有看到三九 OK 三九就是完了 完了进入永恒了 这也有看到四点跟十点 有一条线上去 如果讲到十就完成的话 就凌架跌下去 就是四 四就是天庭了 完了就进入天庭了 如果 好就这样 十八那边有没有 就是看到走廊那一端 有个圆圈里面写着一一 就是one finishing就要完了 然后再下来一点 有个四方格是粉红色的 粉红色 我相信这个粉红色四方格 就是代表这个地球 我们是在这个地球 我这个粉红色已经四方格了 已经四方格了 就是现在等候最后的时刻要最后的几天要回家了 好 那旁边我发个写着二十号 我有看到二十号是红色的 是红色的二十号 而且是之前也有看